各位網路鄉民,大家好 這個TOP已經講很多次了 相關的福茂的talk大概差不多十次 這次是第一次在網路上 那可能會是最多人 待會如果更多網友加入的話 可能會是最多人的一場 我先就福茂協議開放的資通訊 福茂協議開放的64項裡面有兩項 跟資通訊相關做一個介紹 然後再來講開放這兩項會有哪一些資安 以及果安的問題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說 對我們所提出來的這些疑問、質疑 各方的回應是怎麼樣 特別是NCC跟經濟部的回應 以及其他單位的回應 包括一些中華電信、國安單位 跟其他的要求要保密的人的回應 以及我們做的網路連署 然後我們再來看說 這個美國、日本、歐洲 他們的做法 對於電信服務業 跟資訊服務業他的做法是怎麼樣 然後在 那我可能後面花一點 一部分的時間在講這個 其他福茂的項目 其他福茂的項目 就是在這兩項之外的其他六十二項 可能會衍生了什麼問題 那最後我再用一些時間介紹 因為主持人有提到說 可能介紹一下 這幾個月來的心路歷程 那也許比較soft一點 讓大家了解到整個的過程 好 那 我剛剛已經對大方介紹過 所以我先就開始講這個福茂的開放這兩項 第一項就是二類電信 電信服務 其中它開放的是 二類電信的特殊業務 的存取轉接跟數據交換 那 二類電信跟一類電信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說 一類電信是有 實體線路的電信業者的執照 那二類電信是沒有實體線路 它需要靠租的租線路來營運的執照 那在台灣 這個大的業者 比如說中華電信原船 他們都同時具備一類跟二類的執照 嗯 那比較小的業者就會 就是他沒有辦法 鋪這個線路 建這個線路 所以他就會只有二類的執照 也就是說他只能用租的 那他租的對象就是這些大的公司 跟他們租線路 好 那在台灣 一類電信的服務 大部分都是在做 這個 這個 電話 電話 語音相關的 服務 那二類電信的服務大部分 二類電信的服務大概有十項 差不多十幾項 有十幾項 有十幾項 那我們開放其中三項 嗯 那這十幾項 這十幾項 其他的項目是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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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網路電話 包括網路電話 語音 頻寬 行動 支 轉送 以及價值服務 這些是沒有在這次開放裡面 那 開放的這次開放是存取 存轉 跟數據交換 那 不管是這三項 或其他的幾項 總共十幾項 這些都是 基本上都是透過網路 服務 絕大部分都是 通過網路來提供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大略的講 不是很精確 但是大略的講 一類電信就是 電話服務 不管是固接 或者是行動 電話 那二類就是 這個數據上網的 網路的服務 網路的服務 那我們這次開放的這個 存取轉接跟 數據交換 就是存取 就是上網那一條 就是從你家裡 拉到這個 中華電信或遠傳這一條 這個是存取 那轉接就是說 從某一個電信業者 轉到另外一個電信業者 這個 那第三個是 數據交換 就是說 就是說 在機房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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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包交換 比如說 比如說你的 資料 數據的 這個風包 要轉到 轉到 美國 或轉到 其他的電信業者 的用戶上 那你就透過這個 數據交換 所以這數據交換 都是在機房 那存取轉接 轉存的話 就是在這個 上網的這一塊 那為什麼它提供的是 特殊業務 不是一般業務 特殊業務跟一般業務的 差別是什麼 一般業務指的是 可以直接面對 一般的用戶 一般的消費者 那特殊業務指的是 可以面對的是 企業用戶 那這個企業用戶 也包括電信業者 比如說 也包括遠傳 跟台灣庫王 那當然 大部分的企業是說 不是這種 上市公司 或者是台灣的中小企業 這是屬於 一般的企業 那如果是電信業者 那這個就是 更大一點的 就是說 提供這些電信業者 這些 存取轉存 跟數據交換的服務 那我們這一次 開放的是 特殊業務 那事實上 在2009年 NCC已經開放 對中資開放 一般業務 那一般業務 就是直接要面對消費者 那NCC一個說 NCC的一個說法是說 我們2009年開放 一般業務 都沒有 中資來台灣 所以 我們現在在開放特殊業務 應該也不會有中資來 不用那麼擔心 不一定會來 那我要講的是說 一般業務的話 因為要直接面對消費者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 中國移動 如果再來台灣開一個 開這個一般業務的 二類電信服務 然後上網的服務 那他在店這個街頭 開設這個門市 然後上面掛中國移動 那台灣的業者會 台灣的用戶 怎麼敢去成為他的用戶呢 台灣的用戶會有疑慮說 這個是中資 所以 去加入 成為他的用戶 有這個被確定的疑慮 所以不會去 OK 所以中國移動也了解到 中資業者也了解到 這個 這個 要點 所以他媽就沒有來 所以當時 2009年開放的時候 那個開放 對他們來講 是無效的開放 那他認為比較有效的開放 是特殊業務 也就是說 我可以 服務 不是面對一般的用戶 而是面對 企業 最好是面對 電信業者 也就是說 我變成是 網路公司的網路公司 比如說 我提供 遠傳 台灣護網 亞太 數據交換的服務 那我可以幫他們建 我建了這個機房 做數據交換 然後去 轉 交換什麼 交換遠傳跟台庫之間的流量 中華電信跟亞太之間的流量 透過我去轉 他們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因為這樣的話 可以躲在後面 不用直接面對下位置 而且 如果今年的交換中心 我可以掌握很多用戶的通訊 這是他們要的 所以 所以我們最擔心的 其中這三個業務裡面 我最擔心的是 數據交換 因為 可以讓他 中資業者 成立交換中心 來連接各個電信業者 那他當然也可以 這個 直接 只服務一個業者 比如說 只服務遠傳 那遠傳把他的 數據交換的機房 外包給中國移動 在台灣的子公司 或者不外包而是委外管理 委外管理 機房的擁有權還是在遠傳 然後 中國移動就是做委外管理 那我們最擔心的是這樣 當然我們這樣提了以後 NCC就 發新聞稿 說 他們會限制這些 OK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 他整憑什麼限制 因為中方業者要看的時候 我簽的服務就是你開放這幾項 我就是二類電信 我就是可以做網路的 然後特殊業務 我可以面對企業 包括電信業者 也是企業 然後我做數據交換 在機房做數據交換 那你憑什麼 你跟我簽的就是 服務協議就是開放這個 我就是要經理這個 你怎麼管 你不可以用其他的 非貿易障礙來 前置 所以NCC在我們提到這些 點以後 他補出了一些新聞稿 說他會做這些管控 可是我們要說的是 這些管控是 超出協議範圍之外 超出協議範圍之外 沒有寫在協議裡面 沒有寫在協議裡面 所以中方可以說 你那些 行政規範是無效的 你必須要按照 這一個 服務協議的條文來做 對對 而且服務協議最後還規定說 你如果要進行重新談判 或新的規範的話 必須雙方同意 雙方同意 雙方同意 而且還要再用 而且不能 close掉原本的這個 開放的狀態 要更開放才行 其實是一個限制 沒錯就是 就是 就像在台灣 離婚的話 雙方同意 不能單方同意 所以我們那個 終結條款是這樣定的 是雙方要同意 才能夠 結束 或者是更動 那當然這個是 我想 就是 網路 然後面對企業 然後 其中最嚴重的 就是數據交換 好 另外一項就是 電腦相關服務 那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 電腦資訊服務業 那我們最擔心的是 什麼呢 因為這些 這些東西 如果是賣3C的產品 我們還是比較不擔心 我們擔心的是 他去 中資業者去做 資通訊系統的 銷售開發跟維護 那比如說 他最有興趣的可能會是 政府部門的 附贈系統 政府部門的資訊系統 然後 以及 這個銀行 的帳戶系統 或者是網路銀行的系統 以及 醫院的 這個 病例系統 那我們可以知道 他為什麼對這些有興趣 我說 政府的資訊系統 我可以掌握一堆人的個資 應該說百分之百 的國民 台灣的這個 人民的個資 第二個是 我會掌握 這個銀行 這個 所有 相當大比例的人的 這個 銀行帳號 銀行的帳戶裡面有多少錢 誰跟誰在賺哪些 賺多少帳 這些交易 那 知道病例的 可以知道誰的身體狀況 是怎麼樣 所以 如果我們把這些 資訊系統 交給中資去開發 維護 那 這些個資 就會 大量的 大量 而且是 經常性的外洩 它不是當底的外洩 也不是偶發性的外洩 而是 經常性大量 那 當然 NCC會說 這個政府部門 我會管控 不能讓你外包 不能讓你轉包 那我們要說的是 這也是你的單行法 好 退外貨獎 你可以對政府部門做管控 不能外包 不能轉包 那你能夠對銀行跟醫院做管控嗎 這些不是政府部門 你怎麼管控 銀行跟醫院 如果發現說這個中資的資訊服務業者 可以提供更便宜的價格來做開發跟維護 他就會犧牲他的用戶的權利 反正也不會有別人知道 用戶也不一定知道 我就外包 或轉包出去了 那為什麼這些會有資安跟國安的問題 當然 如果是資訊系統的開發 所造成的外包跟轉包 這當然就是個資的問題 有一對的個資 那我剛剛講說這個是 經常性大量 外洩 那如果是電信服務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兩類 一個是電腦與相關服務的服務業 另外一個是電信服務 那電信服務開發我們最擔心的是這個 網路監控 以及 後續可能發生的網路封殺 網路監控是什麼 因為電信業者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用戶在哪一些用戶 跟誰在談什麼 那如果比如說學運 學運 誰在串聯 誰是頭 他們在討論什麼 他們的下一步要幹嘛 我都知道 那這個是 監控 監控也可以做到說 我去知道某一些人的隱私 比如說 我特別有興趣要知道某一些人的隱私 我如果知道他隱私 以及他甚至上不法的勾當 那 中資業者把這個資訊交給國台辦 國台辦會對當事人 要挾 要挾他 說 這個 我有掌握到你這個步伐跟隱私 那你要不要跟我談一下 我希望你做什麼事 就這樣 像我 我之前舉過的例子說 在公經會的時候 我跟 路委會主委王玉琪講 說 你如果被掌握一些 步伐或者隱私 國台辦 要求你 隔天 寄了資料給你要求你隔天去跟他談 你就會馬上飛過去 那你回來的時候你就會被交代任務 這個任務 比如說 被掌握 你是gay 然後 而且還跟馬總統 是partner 我是說假設 被掌握 對 當然是假設的狀況 其實我也不是說gay 不好 我其實也有朋友 或者是 我還有朋友跟學生 以前畢業的學生是gay 那我也都很尊重他們 那我說 如果 我們的政府官員被掌握這些 那他是不是可以來要挾 那這個要挾 如果對這個對象是 不是一般大眾 而是政治人物 這個問題就會馬上從資安變國安了 也就是說 我們的政治人物 官員跟立委 如果被掌握 隱私跟不防 然後受到要挾 然後被交代 政治任務 那 他會很努力的去推動 那這個當然就是變國安問題 因為等於不是我們人免在民意 政治人物不是在執行民意 而是在執行 共產黨的意志 那 如果到網路封殺 這個問題更嚴重了 就是說如果中資業 電信業者掌握的是 一部分的用戶 沒有到百分之百 沒有到百分之九十 八十以上 只有百分之三十 這時候他就 還沒有能力做封殺 但是 他會做監控 但等到他的佔有力到八十以上 他就有絕對的能力 然後 可以做封殺 這個封殺包括幾個 一個就是 某一些網站就上不去了 然後 這個 某一些 貼了某一些文章就看不到了 不能貼了 然後 Google某一些keyword就查不到了 那這個事情當然在 現在在中國 就是這樣 所以在中國是網路監控 跟網路封殺 都有 因為 中國政府掌握網路環境 非常的嚴格 所以中國不會有茉莉花革命 那香港呢 我們來看 香港現在的狀況 因為中資也一直在併購電信服務業 在香港的電信服務業 那 所以呢 我聽到了一些香港朋友 講的就是 已經開始做一些局部 一些監控了 所以很快的 再過 也許再 再過幾年 香港的很多 民運人士 或者是民主派的議員 他們應該就會被監控 就會被監控 然後監聽 看有沒有隱私 然後 再等到 香港的這個電信事業的董事長 都換成中資代表的時候 那這個網路封殺就會很自然發生 所以我說 香港已經開始進入網路監控 那 再幾年內就會進入網路封殺 所以這一部分 除非香港的公民做一些很激烈的行動 不然這個趨勢就會這樣嚴禁了 OK 那我們說 這個國安問題 不只說政治人物被監控 然後被威脅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同樣的 中方也 相對應的開放它的市場 讓我們的電信業者 以及 電子商務業者 到中國去設定 但是 那現在 服貿的條文 這邊限制的是福建 只能在福建 然後不能跨區經營 不能跨區 好 那 講下一件事 如果遠傳 在福建設了機房 開始經營電信服務 那它的生意做起來了 它當然想要延伸到全中國 當它想要延伸到全中國 跟中國政府談的時候 中國政府會跟它說 那你回去台灣 要求台灣政府更開放 把一類電信也開放 那我們知道 如果二類電信開放 你被監聽監控的是網路 網路行為 上網的行為 送E-mail 看網頁 這個 然後 Facebook等等 或是Skype等等 Line 但是 如果是電話 第一類電信 你就會連電話都被監聽了 這時候監聽的對象 來源不是 這個調查局 台灣的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 而是中資 然後把資料 Pass給國台辦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兩邊人在努力的監聽 所以我們說 我們簽了一個條文 然後讓我們台灣的業者到中國是在福建經營 然後還沒有到全中國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一個引軍入卧 也就是說 讓業者先嘗一下甜頭 然後等到他想要吃更大塊的牛肉的時候 回去推動更開放 會更有利更有效 所以我們就會 本來破一個小洞 後來變成小洞 變破一個大洞 就更無法控制 那我們來看NCC的回應 我剛剛已經有提到一些 那NCC的回應大部分回繞在兩個面向 就是文字遊戲 跟 說三管無卡 NCC花了很多的力氣在解釋一些名詞 因為 為什麼要解釋名詞 因為這樣就可以打這個烏賊戰 打烏賊戰 因為解釋名詞的時候 這個 一般的用戶 一般的公民不見得能夠聽得清楚 那好像是有回應 就好像是 就是有道理一樣 有回應就好 但是怎麼回應的內容 不重要 所以他要打這個烏賊戰 另外一個就是 他要做三管無卡 就是說 他說他會做三管無卡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 這個 就算他進來 因為力大與弊 他承認有弊 他事實上NCC的新聞稿 前幾天的新聞稿已經承認 就是說他講力大與弊 所以他已經說開放這個電信服務業是有弊的 然後 但是有利 所以我們要開放 開放進來以後 我們再來好好的管控 做嚴格的管控 我們要說這些管控 其實他很多都做不到 而且很多是後面我們一直加 他一直加 一直追加 可是這追加的東西都 都會變成他做不到 甚至中方業者會說 你根本 你在設定一些非貿易障礙 你怎麼可以用行政法 行政的命令 做一些非貿易的障礙 都有這樣的可能 到時候就很容易灰了 因為這個NCC這兩類的回應有很多 我就挑幾個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如果都講 會那個 那也有一個網友 就是 張忠一先生 他在網路上 也貼文 這個 反駁我們的說法 那事實上 各位網友只要想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 這個 我們找了學者專家出來 那已經 超過500位了 那 光電機資訊的教授 就接近250位 可是我們看不到 這個 除了NCC 跟經濟部 以及他們 被他們管的 被他們管的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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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被他們管的財團法人 出來背書之外 我們看不到 其他的學者 跳出來 導致看到一位 工研院的 一個經理 張忠一先生 跳出來 反駁 唯一的 只有一位 我們可以說這個 張忠一 假設他沒有被 被NCC或經濟部受益 假設沒有 他是自由意志 那也只有一位 也就是說 到目前為什麼看到 真正有在回覆的 反駁的 只有一位 可能是自由意志 其他的NCC 經濟部 跟電信業者 以及 是社會工業院的這些財團法人 不是自由意志 我也收到 業者跟我講 說 他們是被迫的 而且他們也覺得不對 但是被迫要去背書 那 甚至我都懷疑 NCC跟經濟部 也不是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 因為他們是被告知 我們已經簽了這個 然後你必須要為政策辯護 所以他們變成是 被迫也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 很可能NCC跟經濟部 也不是 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 那我就講 舉個幾個 這個點來回應一下 就是封閉網路 那封閉網路 我想 如果 我們用common sense 就可以知道 這些問題在哪裡 NCC說 我們開發的都是封閉網路 那我們去查了這個條文 沒有一個地方是寫說 封閉網路 這些是NCC自己講的 好 那什麼叫封閉網路 就是 你說我們把這個ATM NCC舉的是 我們把這個提款機 假設第一銀行 台灣的第一銀行有 兩千台提款機 然後建構為一個封閉網路 把它連起來 讓我們可以做提款轉帳的動作 那這後端當然要去一個網路 那這 假設這個網路是由中國移動的 在台子公司來經營 然後不上網 我們先講不上網的狀況 那請問 中國移動就不會掌握這些 兩千台提款機的用戶的 帳號裡面多少錢 轉帳給誰 什麼時候轉的 這些交易的資訊嗎 它還是會掌握 嗯 況且 這個提款機轉帳 最後還是要連到銀行的 後端的伺服器 而且這個後端的伺服器 還要提供網路銀行 嗯 的功能 所以不可能 絕對的封閉 嗯 即使絕對封閉也有問題 也有個資的問題 因為 電信業者 中國移動 可以掌握 用戶的交易 嗯 更何況說 如果沒有絕對封閉 那 它會連通到這個 它的後端伺服器 嗯 跟網路 所以 一直講封閉網路這一件事情 其實 是在誤導 用戶 誤導網民 說 嗯 因為 就欺負網民啊 說這個 你不懂 然後 這個是封閉的 嗯 更何況說 我其實還有更開放的 我說數據交換 嗯 我如果交換對象是企業用戶 好 那你說 這個公司它在台灣有十個據點 嗯 然後 我幫它建構這十個 據點的 的網路環境 讓它都可以連在一起 嗯 那難道這個企業會說 我就只要這十個點連在一起 我不要上網嗎 嗯 這十個點最後還是要上網 才能做生意啊 嗯 所以這時候這個封閉網路的 就不是封閉了 它就上網路了 嗯 那NCC說這個 呃 過時的技術 它說它過時的技術 那 NCC的條文裡面 的文件裡面 它是用舉例的方式喔 舉例 它沒有一個定義嗎 對 它說數據交換 它當然的 這個定義就是 數據交換就是 它是將這些 呃 數據封包 做轉 從來源到 轉 到目的地的轉接 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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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 這個就是數據交換 然後它舉了一些例子說 用什麼技術 它說 X.25 Frame Relay Done 那 各位要注意 這個文件是十幾年前寫的 當時的技術 還 二十年前 十幾二十年前寫的技術 還是在用X.25 Frame Relay 但是現在已經用MPLS了 這是 現在用的交換技術 那我們要知道說 NCC當時十幾年前寫的文件是 舉例 然後而且還告訴你等 還有包括其他技術 但是我是舉例等 那現在這個等呢 雖然他們有去更新這個 老舊的文件 這個等已經包含了什麼 MPLS 因為現在的交換 在3G網路 在未來LTE的網路 在網際網路的骨幹 這些交換 都已經是用MPLS的技術了 才會夠快 好 那 這當然也在開放發揮 所以怎麼會是過時技術 NCC又講說 二類電信不會影響一類 因為 這個是分開的 那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的 上去骨幹網路的 這個 assess網路 也就是說我們的存取網路 是分開的 比如說 你現在用3G手機上網 然後 3G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語音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數據 那數據的部分 最後 還是會跟網際網路通啊 因為你用3G的DATA上網的時候 就是要上網 所以 那你到網路的時候 的骨幹就會是共通的 也就是 你用手機上網 跟用筆電上網 通過 比如說筆電 如果透過ADSL上網 或者是透過Wi-Fi 然後ADSL上網 那這時候 骨幹網路是共通的 跟3G網路的DATA網路 用的骨幹是共通的 只有在上網那一段是分開的 進去以後骨幹是共通的 所以 所以我們就是說 如果二類電信 這個服務 影響了 這個 骨幹網路 比如說 骨幹網路癱瘓 那 當然 影響一類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 ADSL上網的 這個 這個骨幹 已經影響到骨幹了 比如說 被 這個 打掛了 網路被打掛了 那當然你的3G的DATA也不能上 你的3GDATA這時候也會受影響 這時候就是變成一類 二類影響一類的 那 NCC說 中資在他國也有設點 在美國也有設點 那 你可以去看 這個 中資在美國設的點 是只能經營國際電信服務 不能經營美國的境內的電信服務 你可以想像說 美國人可以接受說 因為美國人現在的電信服務商 就是ATMT Verizon MCI 這些電信電話公司 他們也提供上網網路的服務 你可以想像說 China Mobile 在美國 然後提供上網 服務 網路的服務 以及電話的服務 美國人敢用嗎 OK 所以 所以 NCC找到的是只能提供 國際電信服務 那NCC又起提說 我們這些電信 是在WTO的規範裡面 已經是要開放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開放 因為WTO規範的 那事實上 WTO規範的是 原則性的問題 然後 兩兆雙方 可以就各自敏感的項目 協商 來決定 各自要開放哪些項目 也就是 WTO是原則 而不是硬性的規定 如果是硬性的規定的話 那就不會有 最近日本 在跟 其他國家談 用稻米換汽車市場 開放日本的稻米市場 來換他國的汽車市場 這個問題 你說稻米跟 農產品 稻米跟 這個 汽車本來就應該開放 那 所以就應該沒有 不需要談 就是直接開放 不需要協商 那為什麼會有日本 要跟各國在協商這個呢 表示 日本敏感的項目是稻米 因為他怕傷害他的農民 所以如果要傷害農民 他要想一個補貼的辦法 然後 然後去換別國的 這個 這個汽車市場 因為他的強項是汽車 所以 才會有這樣的協商 所以 絕對沒有說 一定要開放這件事 那當然 我剛剛講 電信是我們的敏感項目 不能開放 NCC說 三拐無卡 他會做很多管控 我們讓他進來 我們在討好管 那我就講幾個 一個是 50% 投資上限 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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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信投資 中資的上限 是50% 這個是很驚人的高 為什麼 NCC說 50%以下 就不會有主控權 但其實 舊公司法來講 其實你50% 都已經視為此公司 30%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相當程度的 這個交叉子 持股 狀態 我們就講 中華電信 交通不止 佔中華電信 持股30% 可是他董事長 都是他派的 那 徐旭東 佔遠傳的 持股比重 不到10% 可是董事長 都是他當的 所以 50%這個已經是超高了 那 NCC又講了說 喔 那我們 那個另外一個是 50%以下 以及 不能有掌控權 那請問 我沒有 我如果10% 然後你說 你要怎麼界定 有沒有掌控權 而且 即使我是10% 另外一個中資 也是10% 我們加起來 20% 已經是最大了 那 可是個別都沒有掌控權 可是加起來也可以掌控權 我們一起 決定一個董事長 那這樣你怎麼管 所以你沒辦法去規範這個事情 NCC說 中方人員不能進入台灣的 電信機法 台灣的業者的電信機法 OK 那 如果不能進去我可不可以用遠端設 設定 遠端設定 這到底是有進去還是沒進去 這其實真的是 我們知道我們要 現在 現在 這個 電信機房的管理的 這個 common practice 就是 通過網路遠端去設定 啊 只有要拔線 才需要進機房 那 你怎麼去管控 這個 不能遠端設定 NCC 所以我們講了這一點 NCC就馬上又講了 比如說我們這個限制不能遠端設定 那可是 遠端設定是一個 common practice 你怎麼限制人家不能遠端設定 或者是限定中資業者 中資 中方人員不能做遠端設定 這都是不合理的 沒辦法做到 我就舉 一個例子 現在 NCC已經有規範 就是說 中方人員如果到台灣 比如說 這個 中方人員 到台灣 然後要服務這個台灣的電信業者 然後 他如果是中國級 他不能進我們台灣的機房 然後 NCC已經有這個規範 這個是一個行政命令的規範 那 請問一下 NCC現在怎麼 執行這個 這個命令 執行這個管理 三管五卡 有業者 電信業者跟我講 說 NCC現在的管理方式 是打電話去問業者 為什麼是打電話 民調都是打電話的方式 一個月打電話一次 到電信業者 問的機房 說 你們 這個月有沒有 上個月有沒有中方人員 進你們的機房 當然回答沒有啊 這不是跟軍方傳送的方式 業者當然說沒有啊 然後NCC就是做個紀錄 沒有 這樣叫他的管控 那如果他的管控方式是這樣 我們怎麼可能期待說 連進機房他都沒辦法管控 我們怎麼能期待說 他能夠 管控遠端設定這件事呢 那是不可能的 NCC說這個治安問題 是現在本來就有的問題啊 沒有開放也會有問題啊 我們要講的是 這個問題的規模的問題 如果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這個網路跟電話的監控 在台灣是誰在做 不是電信業者 是 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 他們有監聽機房 連到 各個電信業者的機房 然後來做遠端設定以後 就可以監聽監控 這就是所謂的掛線 那你知道現在有多少人被掛線嗎 在全台灣 Anytime有 大概三萬人被掛線 這掛線指的是包括電話跟網路 那這三萬的數字我怎麼來的 是業者告訴我的 業者是服務電信業者 電信業者 服務電信業者的設備商啊 跟我講的 說 他們幫電信業 不是幫電信業 五千個 五千個 那台灣有五大電信業者 再加上小的 所以 三萬人 Anytime三萬人的帳號 電話跟網路 不是只有電話 被監控 是 一個合理的估計 那你說 六萬人 六萬人 三萬人 三萬人 是 多大的規模 我們有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 三萬人佔兩千三百萬人是多少 0.1%不到 0.1%其實是很多 0.1%的人被監聽 Anytime有0.1% 接近0.1%的人被監聽 那所以這個規模Size是0.1% 今天如果是 電信業者監聽 他可以可監聽的對象就是 全部了 全部了 那你說 那 那 中資電信業者會監聽 那 中華電信遠傳不會監聽 如果 如果 中華電信跟遠傳 跟台灣護網 要監聽 他是做得到的 只是他沒有興趣要去做 因為 當然有可能 管機訪的人 有可能會去監聽 他有名朋友 那是他個人的 個人的 personal interest 但是 這個 電信業者 不會有興趣去監聽 大量的 某一些特定人物 比如說 比如說 政治人物跟 這個 社運人士 這是 他沒有興趣的 那有興趣的是 這個 犯罪監聽 或政治監聽 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在監聽 那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是數量是 3萬 0.1% 那 中華電信遠傳他沒有興趣 去做這件事 但是今天如果 中華電信遠傳 我們把它換成是中國移動的子公司 他就有高度興趣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假設 中國移動子公司在台灣成立交換中心的機訪 那他監聽的就是 全部人都可以被他監聽 只要有連到這個 只要你是 這個 各電信業者有連到這個交換中心 那代表他的用戶就會被監聽 被中國移動的子公司監聽 這時候我們就會被中國移動子公司監聽 就是 相當大的比例 這個比例 就是可以達到80%以上 可以被監聽 那 那要不要監聽 depends on他的興趣 他可能對你沒興趣 就不監聽了 可是這個規模 絕對不是0.1% 會更大 OK 然後 同時又有 我們的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 在做監聽 所以我們就會被兩邊監聽 調查局、刑事警察局 透過中資的業者 的國台辦 來監聽 台灣的網民 OK 那 我簡單回顧一下 這個張忠一先生 他的一些疑問 他提了10點 我有準備一個回顧的稿子 已經貼在網路上 那 在 在這個 我們這個 連署的這個網站 就是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 就剛剛我們 有提到的這個 這個 反對福茂協議開放資工訊產業聯盟 這個網站上面 有一些資料 那也包括 剛剛我 我 講的這個 回覆 張忠一先生的回覆 那我就挑幾點 我就挑幾點來講 就好了 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挑幾個 就是 他說 嗯 投資 只能50% 而且不准有控制權 你看他的語氣都跟NCC一模一樣 那我要說 你怎麼讓他不准呢 他如果10% 可以當董事長 你怎麼讓他不准呢 而且 好吧 你就說不准 他如果是不能最高的 他不能股份佔最高的那個 那 我可不可以 一加10% 另外一加10% 加起來是最高 我們兩個 兩個中資一起來提董事長 那你怎麼辦 那 他說這個 華為的問題 他說華為的問題是 某一些國家 例如澳洲 屈服於美方壓力 而沒有採用華為的設備 那我要講的是澳洲 他說 他不是屈服於美國的壓力 他是基於他 國家的安全 來 阻擋使用華為的設備 他說 他說 這個 交換中心 IAX 是 未開放的網路接取服務 那我要講說 你要跟我講解釋名詞 你的解釋名詞就錯了 因為 這個叫數據交換 就是 Internet Exchange Center 這個交換中心 是數據交換的服務 而不是網路接取服務 而不是網路接取服務 特殊業務 是 跟一般業務的差別是 特殊業務才能連到國際 那 這個錯誤剛好跟NCC的副主委的說法一樣 NCC的副主委也是說 一般業務只能連 跟特殊業務的唯一差別 是 特殊業務才能連國際 一般業務不能 那我要說 不是 這個一般跟特殊的差別 一般是 面對一般的消費者 一般的用戶 特殊是面對企業 包含電信業者的企業 所以這個解釋名詞 我很懷疑 為什麼張中醫先生的錯誤 這個解釋名詞的錯誤 進展跟NCC副主委的錯誤是一樣的 可能是NCC副主委請工研院方面 提供他們的一些智庫的諮詢吧 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 NCC方面發現 張中醫對這個特別很有興趣 開始供應他一些文件 然後其中有一個文件 是講這個 但是這個說法是錯的 各位可以去上網看一下 特殊跟一般業務的定義 那就可以知道 好 OK 那我就簡短回應 那比較完整的就是在這個 我已經寫好了這樣 那我再回來 就是 講這個 其他的回應 那我們就很想知道說其他單位的回應 其中有一些回應是主動來告訴我的 第一個就是中華電信 在去年 因為在公聽會 以及公聽會 我這個 對媒體 所說的這個 提出來的這個 開放二類電信會有 資安跟國安的問題 之後 沒多久 沒多久 中華電信的高層 就 主動來找我 跟我講 他們看到 我在媒體講的 這個 資安國安的問題 然後他們也做了這個 內部的評估分析 也開了一個機密的會議 然後得到的結論是跟我一樣 這個也會有國安治安的問題 不應該開放 但是 因為他們怕被NCC定 因為NCC是核發他們執照的監理單位 所以 他們把這個 會議的結論列為機密 好 那他告訴我是這樣 那後來 因為這個是去年的事情 那後來 胡茂的協議就沒有 在有一段時間都沒有被討論 直到 學運 發生了以後 直到立法院在開始 開始 要強行通過 然後學運發生以後 我才跟媒體講 說 這個 這個電信業者 就是中華電信的高層 那我講了以後 媒體報了以後 NCC做了三件很白目的事情 第一件白目的事情 就是他們有處長打電話給我 那個處長我本來就認識 他常常問我一些技術問題 從以前到現在 就常常問我 比如說 這個華為的設備 然後檢測的 怎麼檢測 等等 他就問我 那個中華電信的那位高層是誰 那我當然不能跟他講 因為我講了以後他會不見 那個高層會不見 因為 中華電信的主管單位是NCC 然後 他的 交通部持股 中華電信30% 所以可以絕對換董事長 換任何主管都可以換 所以 我當然不能講 結果 NCC 做了第二件白目的事情 就是 去問中華電信 說 聽說 聽林教授說 你們有開這個 機密的評估 有做這樣的 他的結論 他也沒有 中華電信大友跟他說 沒有 我們沒有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這是第二件白目的事情 第三件NCC做的白目的事情是 發了新聞稿裡面說 中華電信沒有 機密評估 也沒有反對開放 沒有機密評估 那為什麼他可以贊成開放 或 沒有任何評估 他就可以有立場 他說中華電信沒有這樣的 評估會議 也沒有這樣的結論 就是通通沒有 對 NCC就很高興了 他就問了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說 沒有 他就很高興地跟媒體講 做過新聞稿 跟媒體講 說沒有 這回事 那這不是一件白目的事嗎 所以 那我已經在 前幾場的研討會講 就是 NCC可以去告我 到法院告我 我就可以用秘密證人的方式 傳 請法官傳那一位高層 讓法官來聽他講 有沒有這回事 那 不管是透過這個法律途徑 或者非法律途徑 最後證實 沒有這件事的話 我就切負 那我有把握 如果我不會切負 所以我才敢講這種話 好 同樣的 國安單位也做了機密評估 在馬總統回應學生的第一場記者會裡面 五個記者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那記者問說 馬總統 國安單位有做 所做的機密評估報告 說 國防協會有 開放會有資安跟國安的問題 他講資安跟國安 他不是講 只有講國安喔 他講資安跟國安 所以就是電信 跟電腦相關服務員的問題 那馬總統當時的回應是 我不瞭解 我會去了解一下 事情已經過了三個禮拜 馬總統應該出面交代 或者NCC應該去問 總統 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國安機密評估 的結論說 會有資安國安的問題 NCC要對這個事情做回應 他有沒有問國安單位 國安單位可能跟他講沒有 OK 第三個是有業者 來告訴我 就是他們被強迫去背書 被經濟部跟NCC強迫去背書 他們也不贊成 但是被強迫出面去背書 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NCC的主委 14號在 在委員會 隨便期間的 六安委員會說 反對的只有三個教授 反對開放二連電信只有三個教授 那我們三個人 就是 就想說 那我們來看看 不知道會有多少人 跟我們想法一樣 我們就開始連署 那沒有多久 就是第一天就50個 第二天就100個 這樣成長 到現在不到兩個禮拜 那已經有200多位電機資訊領域的教授 然後超過300多位教授 然後以及 開始有100多位專業人士 業界人士連署 其中包括 哈可大學的孔祥蟲 講座教授 他是中美院院院士 那他長期擔任 台灣的經濟部跟國科會的 產業發展部門 超過10年 那他沒有 沒有辦法出席 因為他在美國 所以他寫了一個稿子 然後其中 最終一句話是 不希望台灣的網路環境 跟中國一樣 所以他已經看得很遠了 如果這個通過的話 台灣的網路環境 會變成 被網路監控 跟網路封殺 最後會跟中國一樣 台大的副校長陳良基 他是電機器的 台大電機器的 那 他也發了一個 他也連署了 他也發了一段文字 說 這些開放的效果 絕對不是某些人 講的20年前的老技術 所以他講的應該是MPLS 這個技術 所以 不是只有開放老技術 是新技術 也在開放裡面 所以我看到這些回應 當然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除了NCC經濟部 以及被他管的這個業者 跟法人之外 現在跳出來回應的就是 張仲依先生 然後 我們看不到 如果 我們可不可以請求NCC跟經濟部 如果他也可以找到 而且是自由意志的 找到 一群教授 電機資訊領域的教授 來贊同 他們的開放 那我們願意跟 這一群教授 的代表來辯論 我很懷疑 為什麼到現在一個都沒有 也沒有人 除了張仲依先生 沒有 沒有 沒有學界的人 跳出來 贊成 如果有 可不可以有25個 我們電機資訊領域 差不多250個 230個 現在 那他找23個就好 1分之1就好 我們就可以跟他辯論 我覺得他會有很大的困難 他找不到 因爲什麼 因爲 我剛剛講的論述 雖然有一些專業的成分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用 common sense 用常識就可以判斷 我們看美國跟資本 歐盟的做法 就是 他就是 設備設限境外服務 也就是 我透過 國安審查的機制 來限制我的政府部門 以及電信業者 採用中國設備商的電信設備 甚至美國還會去阻擋韓國 採用華為的設備 這個是上個月的新聞 就是 韓國電信業者已經 採購了華為的設備 電信設備 還沒有裝機 但是美國 出面阻止韓國 去裝機 不能使用 那爲什麼美國要做這件事 因爲美國跟韓國是戰略夥伴關係 那一旦 中資業者的設備 進到 韓國的話 美韓之間的通訊 以及韓國內部的通訊 就可能被 中國業者以及 中南海掌握 那這當然是美國不願意熱見的 所以美國會出面阻止 我甚至從這個例子可以推測 美國也會對台灣做同樣的事情 這就是爲什麼NCC過去兩三年 遠傳跟台灣故王跟亞太 一直想要買華為的設備 因為比較便宜 為什麼華為比較便宜 因為它有 後面有國家資本 在支撐 所以這些台灣的業者想要買華為的設備 可是NCC出面阻擋 那從NCC最近幾個月的表現 我不認為 NCC是出於它的自由意志 來出面阻擋 而是因為 國安局出面阻擋 那我也高度懷疑台灣的國安局 會在自由意志下做出面阻擋 我有足夠的理由 從韓國的例子 我可以有足夠的理由 是美國的國安單位 出面阻擋 要求台灣的國安局 台灣的國安局在要求NCC NCC在要求電信業者 不能採用 所以美國在對他自己 對盟國採用中國的設備 都這麼眼管控的眼景 怎麼可能讓服務進到他家呢 就好像 我不相信中國的藥品 不讓你用 不讓你進來 我怎麼可能讓中國的業者 進來開醫院呢 我不可能賣藥不成讓你 反開醫院啊 貨帽都不行了 對電信服務來講 貨帽都不行了 更不用講 服帽 因為服帽的impact是比貨帽大很多 貨帽就是東西進來而已 這個東西 電信的東西可能還會長後門城市 所以我們要小心喔 更何況說服帽 電信的服帽 更不能進來 所以美國跟這些先進國家 都是對中資電信業者採取 只能聯繫國際 不能在美國境內提供服務 那 所以我們 對電信的 服務業的 要求的準則就是 設備設限不能進機房 以及服務境外 當然 這個 我們對於資通訊的 事實上 服貿協議裡面有三項 如果我是中國 如果我是中國政府 我最想掌握的 台灣的服務業有三項 第一項就是媒體 第二項就是銀行 第三項就是電信 那為什麼是這三項 如果我掌握媒體的話 那我當然可以影響 大眾的認知啊 但是 政府說我們沒有開放媒體 沒有開放中資來經營媒體啊 可是 我們開放中資來經營廣告業 廣告業可以對什麼 廣告代理商可以對什麼 對媒體抽廣告 來教訓不乖的媒體 所以 它可以透過 因為服務貿開放的廣告業 所以它可以透過廣告業 抽廣告的方式來控制 影響媒體 這個在服務貿已經開放廣告業 第二個是銀行 服務貿協議開放了銀行 但是它設了中資投資上限10% 我剛剛已經講了 如果在銀行業 5%就可以當董事長了 不用10% 所以 現在訂了10% 太高了 中資5%就可以當董事長 如果中資掌握台灣的很多銀行 金控 所有要來借錢的企業跟個人 都要向中國政府宣示效忠了 這是很可怕的事 第三個就是電信業 電信 事實上應該是電信跟資訊服務業 因為電信跟資訊服務業 就是國家的神經系統 一旦被掌握就有監聽監控以及封殺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這三塊在香港已經被掌握的狀況 香港的媒體現在只有蘋果日報可以看 其他都變成紅色了 而且蘋果日報經營得非常辛苦 要冒生命 記者跟總編輯要冒生命危險了 所以媒體已經 香港媒體已經掛了 已經完蛋 剩下一家 苦撐 香港銀行呢 中資已經買得差不多了 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中資 在香港可以換董事長了 HSBC跟Standard Charter 就會是很快要換董事長 電信呢 他開始在買了 所以就有影響力了 可以取得董事的其次 但是還沒有到換董事長 可是繼續買下去呢 就換董事長了 當他換了董事長 而且好多家都換了 換成了 他就會從網路監控到網路封殺 這時候香港的網路環境 電信的環境 就跟中國一樣 就跟中國一樣 不會有 不會有 民運的 不會有 這個 民主派的議員 就會被 封殺 註擊 我們看到香港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說 福茂協議裡面有很多 很多東西不合理 但是我要指出 這三項 是紅線 如果我們把出版業也算進去 這也是 另外第四個紅線 政府說沒有開放出版業 我們只有開放印刷業 可是 中資可以透過 要不要印 如果他掌握印刷業 他可以掌握 透過要不要印 以及印的時候要不要刪減 來掌控出版業 那出版業 這個印刷業我們是開放 在福茂裡面 福茂協議的這個開放 這個電信的開放 這個條文 我問過NCC 他們說是中方提出來的 那這個就魔鬼藏在細節裡 也就是說 他為什麼挑特殊業務 然後 這三項 特別是數據交換 那NCC為什麼不公開他的會議紀錄 不敢公開會議 談判代表是誰不敢公開 我們說 我們要採取的是境外 主角境外 不是事後的開放彌補 這是戰略的問題 不是戰術的問題 可是我們很失望 我問NCC 這幾個禮拜來的回應 全部都在條文上面打磚 全部都在三拐無卡怎麼做上面打磚 但是我要 我要開始把這個問題的層次拉高 我們開始來談戰略的問題 如果你是中資 我要這樣做 我就要吃這個 那你為什麼要開放 那 我覺得 福茂協議就是 裡面的這一條 就是 一化版人物碼子 獨層挑款 那 如果 這一條 要過 那我們只好話招網民出來 反對 反對到底 上個禮拜三 這個 交大的座談會 就是 經濟部跟NCC 要來交大辦座談會 的時候 那 學生 這個 社團的學生 反對說 只有單項的這個 政令宣導 沒有反方的意見 所以 跟學校反應說 要有反方代表 那 學校後來同意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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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就找我去 這樣 那 我就想說 那個 經濟部長張家住 應該就是 談 經濟異議 他不會談 電信 跟資訊服務業 那如果他講經濟異議 的時候 我如果都不回應的話 會很奇怪 我一開始想的是2比1 後來發現是3比1 正方有三個 包括我們 科技法律所的 一位 副教授 後來我才發現 他是正方 不是反方 所以 我去之前 我認為是2比1 後來變3比1 那我就想說 我要準備一些經濟議題 那這些議題 這些資料是 我從這幾個月 聽到的 用common sense 把這些 整理出來 那 我就 在這個 座談會裡面 把這些議題 提出來了 然後 讓學生去 評判 那我跟學生講說 我不是經濟的專業 但是 我讓學生去自己判斷 用他們常識跟邏輯判斷 就好像美國法院的陪審團 陪審團的成員都是一般的市民 他們也都沒有法律的專業 所以陪審團的 要判 要判 學這個 呃 當事人有罪或無罪 被告是有罪或無罪 是用common sense 跟邏輯 不是用專業 OK 在美國是這樣 我就跟學生這樣講 好 那 我就 講完以後 我就發現說 我就很好奇說 學生到底是 相信 部長講的 還是相信我講的 嗯 結果 我就 我就 在 Q&A的時候問學生 說 相信部長講的 舉授 結果在場 三百多個學生 只有一個舉授 那我問說 呃 我贊成 部長講的舉授 結果有六成五 喔 的學生舉授 那你可以看到說 呃 部長喔 在 他的論點 完全沒有說服力 那我很快的簡單講一下 就五分鐘講一下 這個 其他問題 我第一個質疑的說 就是說 政府部門都說 有很多的溝通啦 已經很多座談等等 那 所以 所以 已經 已經是做了最高規格的溝通了 那 我 我當場就問了部長 他沒有 他沒有辦法回答 我說 所以 如果 你有真的在做溝通 那難道我們這麼多專家 學者 業界代表 這麼多場的工經會 座談會所講的 也就是在媒體所講的 這些疑問 這些建議要拿掉修改等等 沒有一條對的嗎 如果有任何一條對的 那應該會看到 經濟部或NCC說 哪一條我們要修改 普茂協議的哪些條文我們要修改 沒有 到現在為止 NCC跟經濟部 或者政府任何部門 都沒有提到 普茂協議的 條文 哪些地方要修改 沒有 所以這些工經會只是 充其量 只是讓反對人叫一叫 發洩一下 然後存檔而已啊 所以我 我才會說 當時 我參加工經會的時候 結果 後面 我就覺得 教授很沒用 學生去佔免立法院才有用 是學生在教我們 面對一個野蠻的政府 這樣才有用 那我也問張部長說 巡迴座談 的時候 你接下來還要再做很多場的 校園 的巡迴 的座談 還要去很多學校 你要開始做功課 做很多功課 那你這些做坦能奔 正反方都有 而且人數 時間一樣多 部長也沒有回應 那我這邊只能呼籲 我呼籲了 呼籲說 各校的同學 應該跟 校方 距離力爭 因為教大已經這樣辦了 所以你們學校也應該要這樣辦 應該要有正方法 而且人數要一樣多 不要3比1 要2比2 或者3比3 這樣才公平 那我呼籲 各位網民 鄉民 網路鄉民 如果你是同學生的話 你應該要距離力爭 跟校方 我跟你講 校方 就是你如果 有很大的聲音的話 就會屈服了 像教大的校長就是 本來在媒體講說 對不起 沒有把學生教好 結果隔天 學生很多反彈 開始連署 要他道歉 因為連署人很多 所以校長當天就 找媒體來 跟他們來道歉 所以 這些人 都 會屈服於民意之下 如果你的民意的聲音夠大 我再問部長說 因為部長在裡面講說 唐漢代表總共120位 這是我首次聽到的一個數字 120位 那 我本來聽他在講是 以為說他要公佈名單了 可能後面的投影片要公佈名單了 至少要公佈哪一些 部會 各有多少人 NCC有沒有人 結果沒有公佈 後面就沒有 只有120個這個數字 我也問了部長 你為什麼不公佈 你如果不公佈 就是黑箱 不敢直接面對民意 公佈的這些人 也不會有危險 他們 事實上這些談判代表 有些人在跟媒體 講說 他們以為他們做了一件 對台灣很有意的 很有幫助的事情 沒有想到會掀起 引起軒然大波 他們覺得 理直氣壯啊 為什麼不公佈 他們覺得對台灣有意啊 那就公佈啊 而且最好讓這些談判代表 直接來 跟反對的 學者專家 以及業者來辯論 這樣更直接 因為他們一定很清楚 知道為什麼當初 要同意開放這些 我們要說 為什麼政府部門 對開放項目 其他的開放項目 不像電信跟資訊服務業 一樣 主條的回應 我們發現NCC很認真的回應 我們講什麼 他就補一條 說不可以這樣 好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 不可以遠端 遠端設定 我說會遠端 你沒辦法立的遠端設定 他就補了一條 不能遠端設定 他都沒有想一下 他能不能管啊 他就講說 不可以 那NCC 我看到NCC很認真的回應 可是為什麼政府的經濟部 其他部門為什麼不像NCC 那樣豬條的回應呢 那我們高度懷疑 是不是這一項 是中資最care的 不然為什麼其他項 不這麼認真回應 還是因為我們 找了很多 學者來連署 逼得你不得不回應 那現在傳播媒體 傳播界的學者也連署了 全國學者也連署了 是不是也應該面對 事實上 我們看到 我就舉一個例子說 經濟部首說的三管五卡 他們都做不到 事實上 中國政府 對台灣的特定產業 一直在做主集的動作 前幾年 主集台灣的半導體製造業 沒有成功 台積電還是獨大 然後聯電 從一隻老虎變一隻貓 變小了 但是台積電變得越來越大 可是中資現在要主集什麼 前陣子中資要主集 手機產業就是HTC 還要挖HTC的人 而且是四川省政府 要來挖HTC的牆角 要弄一個 在四川弄一個 手機 手機廠商來打HTC 要把HTC幹掉 可是我們可以想 2012年HTC的董事長 王雪洪 他是怎麼 多麼的對中國 書誠 在選舉前 站出來 停馬英九 結果沒過幾兩年 就被中國政府捅一刀 準備挖他的人 來幹掉他 那 下一個 中國政府要主集的是什麼 就是IC設計公司 中國政府已經在去年年底 對外宣稱 他已經準備好 兆元人民幣的資金 要來扶植中國的IC設計產業 不是IC製造 是設計 頭號戰犯 就是台灣的IC設計公司 而且 頭號戰犯中的戰犯 頭號是誰 聯發科 所以中國政府 第一個要主集聯發科 把他幹掉 取代掉 在中國培養出另外一個聯發科 動作是什麼 給雜錢 用補助 補貼的方式 讓他可以去低價競爭 以及 什麼 到 用港資或者是開曼巡島 的資金的名義 你進到台灣來成立IC設計公司 為什麼要來台灣成立 這樣台灣的聯發科的員工工程師 直接到 祖北 現在祖北已經有好幾家這樣的 IC設計公司 不用搬家 直接到祖北 去上班 薪水是聯發科的兩倍 三倍以上 他是這樣在挖 如果照我們的投資管理條例 經濟部可以去查賬 他明明是中資 可是他是用港資跟開曼群島的名義 經濟部為什麼不去查資金來源 然後阻絕這樣的公司 阻絕來挖牆角的公司 如果經濟部說他可以做三館無卡 那就做給我們看 把這個當例子 把祖北那幾家清掉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再來跟我們講 你可以做三館無卡 福茂協議裡面有些條文的問題 簽署的條文不對的 不是像 政府所說的 我們開放64項 中方開放比較多80項 事實上 他們開放的項目比較多 可是 條件比較緊 我們開放的比較鬆 那我們為什麼開放比較鬆 因為我們當初是用 以開發國家進入 中國是用開發中國家進入 WTO對以開發國家的 開放要求比較高 比較多 然後對開發中的要求比較少 所以我們的經濟部說的 我們是開放的是WTO- 開放的是WTO- 經濟部 中國是開放WTO- 所以他們開放的比較多 所以他們開放的比較多 那我要講說我們的WTO- 比他們WTO- 還要多還要鬆 原因是因為剛剛講的 我們是用以開發國家進入WTO 這些關鍵 經濟部都不講 經濟部說Z大於B 利大於B 那我們要說 利誰拿走 利只有前進中國的財團拿走 不是我們留在這邊的 經濟部 經濟部 現在跟人家簽的是 先服帽 才要再談貨帽 這個次序是不對的 為什麼不對 因為你簽完服帽 就會讓人家先建通路了 等到再跟人家簽 貨帽的時候 就變成撲貨了 所以中資會先來建通路 各行各業的通路 然後再來撲貨 所以 你應該要先簽貨帽再簽服帽 才對 不然你會被掌握通路 那 服帽 經濟部 我們政府的簽法是 先跟中國簽 才要跟美日歐先進國家簽 這是不對的 你要先跟先進國家簽 才跟開發中國家簽 那原因是什麼 韓國的策略就是這樣 他先跟先進的市場簽 再跟開發中的市場簽 原因是 你跟先進市場簽了之後 因為他的市場是高階的市場 所以你要做高階的產品 才能夠打入他的市場 才有競爭力 所以你自然就會把你的產業提升 產業升級 因為你面對高階市場 如果我們先跟中國簽 你面對就是一個低階市場 所以你就會引導我們的廠商 去開發低階市場的產品跟服務 那你就不會做產業升級 所以韓國是先跟這些先進國家簽 同時在強化自己的產業升級 然後最後才跟中國談 一談六七年還在談 那我們市區其實都錯了 我們如果跟中國簽 再跟歐美就是簽的話 我們就會一直往低階市場 那我們就更不會產業升級 其他的 其他的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會再擴大 房價會上漲 實體薪資會繼續下滑 那這些 為什麼 因為我們開放人家六百萬可以來兩個人 六百萬來兩個人 那六百萬要來幹嘛 當然最簡單就是投資 就是買房子 那六百萬當然沒辦法買房子 買什麼 可是我兩千四百萬 那就八個人 就更多人可以來 所以房價一定上漲 更買不起 現在已經很貴 以後會更貴 那銀行呢 體系被中國中資掌握 剛剛已經提過了 專業人才會外流 這個我們的銀行業跟醫院 醫療人員 醫生跟銀行的專業人員 會跑到中國去外流 以後我們看病 都是實習醫生在看我們 那 社會文化價值會流失 為什麼 因為出廣告業 掌握媒體 印刷業掌握出版業 所以我們文化價值會流失 言論自由也會扭曲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中國會用國家機器來駐集台灣的特定產業 這對他來講更方便 因為他整 錢都過來了 所以他就 可以買的就買 不能買的就挖 那把你的特定公司駐集掉 幹掉 所以 所以我們要說 當然這幾個結論都不是跟二類電信或者是跟資訊服務業直接相關 這些都是通則 就是 我跟經濟部長在做談會的時候跟他講了兩次 我說 笨蛋 問題不在開放 而在產業升級 那我剛好不是罵他笨蛋 我是在說整個政府是笨蛋 馬政府在過去六年裡面唯一的經濟政策就是對中國開放這幾個字 產業升級沒有在想 甚至連口號都免了都省了 沒有 我們 我們記得的產業升級的另外一個口號是什麼 前一個口號是什麼 兩兆雙星 不管兩兆雙星的成敗怎麼樣 至少像台灣那時候的產業是活潑的 但是這六年來有沒有任何一個產業升級的策略呢 沒有 連口號都沒有 我們要學學韓國 要開放也是先跟美日歐開放 再跟中國 而且 如果我們先走到中國 就走不到全世界 為什麼這一句話 就是在座談會那天 這個部長講 又講的總要論述說 我們現在直接要先進一提中華會反對 不讓我們阻擾我們加入 那我們如果簽了福茂以後 那比較容易簽TTP 那當然這幾天AIT已經出面說明了 就是TPP跟福茂沒有關係 是獨立的 但是當時在上禮拜座談的時候 AIT還沒有出面表達 所以我那時候就講說 我如果是中國 台灣 現在要簽TPP 我的阻擾程度 如果是7分的話 那 台灣如果先跟我簽福茂之後 想要加入TPP的話 我的阻擾的力道 會從7分變成10分 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 這個邏輯就是 中國在跟台灣交往簽這個福茂 他不是用跟台灣做朋友的心態 他是要把台灣站為己有的心態 也就是把台灣當做小老婆取進來的心態 所以 如果台灣 被他騙了 娶進去當小老婆了 被我騙了 我怎麼可能讓 放台灣再去外面交男朋友呢 已經變成我的小老婆了 我怎麼會讓她出去再交男朋友 因為中國的心裡都是ownership的概念 不是friendship 就是ownership不是friendship 所以 你跟中國簽了福茂後 中國對 對你以後要簽的 阻撓的力道會更加強 而且會拼命的阻擋 所以我們才會說 先走進中國 就是走不到全世界 那以上